中近一周两人食材费用 你们猜猜总共多少钱呢 嗨大家好我是艺人商品欢迎的Nana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没错这一集就是大家常常问我的 在日本生活到底要花多少钱在吃的上面 今天Nana就来解密给大家看 在日本当然是外食非常的贵 这跟大家的印象一样 但是如果你是在家里自己煮的话 相对的便宜很多哦 今天Nana就来介绍我平常在日本一个礼拜 两人份的分量的食材 大概是会花多少钱 保证你吓一跳哦 真的比你想象中的便宜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介绍咯 首先就是我们先介绍蔬菜的部分 因为蔬菜的部分 其实比较少在打折 价位都比较固定 常常会买的就是牛棒 牛棒是在日本相对便宜的食材 但在台湾是比较贵的食材 这一个牛棒呢你们猜多少钱呢 这一个这么长的牛棒是 158日币再加税 另外你们会比较惊讶的是 在台湾葱都是用送的对不对 妈妈去菜市场买菜都会送你葱 但其实在日本葱都蛮贵的 而且他们一卖就是卖一大法 所以我每次都会用不完 所以我会把它切好 葱白跟葱绿的部分放在冷冻 这一串呢是238日币加税 另外我在日本最常吃的蔬菜就是这一个 小葱菜我也会把它拿来打果子 因为它非常的便宜 所以是我每次的必买品项 这一个的费用是128再加税 另外呢因为我常常会想要做沙拉 尤其是现在是夏天很热 所以我减肥必变品就是 酪梨我每次都会买 然后这个酪梨在日本好像应该有比台湾便宜 这个一个是100块日币 跟我的脸大概一半大 有了酪梨我们做沙拉常常会需要的就是 花椰菜 花椰菜在日本也是很高贵的食材 我觉得因为这么小一颗 它就要158日币加税 所以我除了买这个 我还会趁他们打冷冻食品的折扣的时候 去购买冷冻的花椰菜 那时候就会很便宜 下次再跟你们讲有多便宜 另外就像我前一集介绍的做扇寿司 或是我一般料理要加一些味道进去的时候 我都会很倾向用他们的紫苏叶 这一包也是128日币加税 这一包水果 其实他应该算水果还是蔬菜呢 你们在下面留言跟我讲 我觉得他应该是来日本之后 我都把番茄当成是蔬菜在使用 因为他们很常使用这个当他们的沙拉 这个小番茄是128日币 我来日本后小番茄都是拌在沙拉里 我很少单吃 另外我还会做一集跟你讲日本的水果有多贵 所以穷人的Nana只吃得起香蕉 这样子的香蕉在日本里面算是最经济实惠的东西 这个是98日币加税 还有一个就是在做一些常备菜放在冰箱会常常加的东西 这一个是阿布拉阿给 中文叫什么呢 我不知道这个很便宜是豆类制品 我常常会买阿布拉阿给加在味噌汤啊 或是加在一些菜里面滴起来都是会非常好吃哦 这一个是 没有贴价小的 这一个是79日币加税 另外呢洋葱 这样三大克是198日币加税 还有还有还有 鸡蛋你们猜猜是多少呢 鸡蛋呢这样总共是10克的鸡蛋是168日币 我觉得台湾的鸡蛋比较便宜 日本还蛮贵的 好了接下来是重头戏就是我每个礼拜会去一次的这个超市 就是他们地域性最便宜的超市 所以常常晚上就是6点之后肉类海鲜会打折 所以这次前面就是nana抢购回来的打折品是不是都超便宜的啊 贴着半折三折的标签看到就会很兴奋哦 我们接下来介绍打折的产品 从这个开始介绍 八只脚656再打扮着 我们的是不是很厉害啊干贝也是打扮着 干贝是887打扮着的干贝哦超便宜 另外呢是软骨鸡软骨鸥 台湾可能不太吃 可是日本常常用这个来做一些下煮菜 鸡蛋骨303也是打扮着 再加碎 猪肉片日本的猪肉没那个猪肉的腥味 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吃日本的猪肉 这一盘猪肉是494打三折 这个是nana最喜欢吃的日本的鱼 它辣就是很甜美而且完全没有鱼腥味 肉质非常的细腻 nana最爱吃的鱼类 这个是287打半折 日本参说上非常常出现的鲑鱼 鲑鱼这个是599打8折 最后是nana常备品的鸡胸肉 这个虽然没有打折 它原本原价它就已经很便宜了 这个是国产的鸡胸肉 我们是423加税 这就是今天nana跟大家介绍的 中进一周两人食材备用 你们猜猜总共多少钱呢 5533日币 这样子的5533日币 以现在的汇率0.28来计算的话 大概是1500多一点点 你们觉得这样子的费用是多还是少呢 记得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哦 今天这样子的主题大家有喜欢吗 希望借我nana的介绍 让你更贴近日本的消费哦 如果有喜欢这样的主题 记得按赞或是留言让我知道哦 那我们下一集见 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拜拜